給我亡灰的一個公督 爸爸其實是第一的意願 都希望是想繼續 公司延遲下去繼續做下去 雙手做一切會打爛火油的七十多年的生命 我相信如果不是有今時今日 今日今日判決 對方是不會理會我們 容記酒家清盤案上訴到終審法院 由大仔一方勝訴 容記可能要清盤 除非雙方在28天內在股權問題上有共識 勝訴一方的金崇元認為 贏官司可以為亡父金建成討回公道 那幾年真的做得很不開心 做到哭 被人罵 或是狗 怎能接受到這些請問 今次法庭的判決 我也覺得很欣慰 因為始終還給我亡灰的一個公督 在容記兩兄弟的爭拗中 金老太早前支持大仔金建成 但是在判決之後 反而現身二仔金崑禮一方的記者會 真是這個家庭市的法庭 就是一個老人家 就是一個我 那個老人家都年紀大 很多東西 對以前的東西都可能不記得 就是要變人生 他其實都了解了很多東西 也都看了很多東西 老人家年紀大 可能想過些什麼做過些什麼 可能始終是未必清楚 很清晰地做過些什麼 都不定 我們家裡有做錯 我爸絕對不會回到我身邊 從頭到尾 他根本不知道 原來的裝索做一切 會打爛我爺的七十幾年的生活 其實打爛招牌不僅僅是這個 我相信是我爹地被人欺壓 才正在打爛 兩兄弟的後人 各自開記者會撲片 金老太的下午都只是 淚灑記者會 沒有發過言 好 走吧 走吧 到了晚上 峰回路轉 他開康回應 更加大爆 大兒子的兒子金崇軒 問他在寫字樓 逼他簽紙付錢 他過去騙我很多東西 騙你很多東西 騙你很多東西 騙你什麼東西 你說吧 騙我的錢 我沒有什麼病的 看醫生都好笑 我現在只有一個兒子 大兒子已經不在了 我不跟他跟誰 他又很乖 不想清盤的二仔一方表示 一直都想收購大兒子一方的股份 但批評對方沒有回應 想獅子開大口 不過大兒子一方反而說 今年中已經表明有二賣股份 只是對方沒有還價 據悉大兒子一方在2010年 曾經估算容積大約總值20億元 若以他們持有四成半的股權推算 可以賣9億元 他們會以這個作為議價起點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